我很不會說話 但我很實在 這是一個交換真心的節目 你好 我是Neko無妙 哈囉大家 歡迎來到無妙的備忘錄 星期一對於大早 你還好嗎 今天跟往常不一樣 我邀請來了我的好朋友大可愛 陪我一起聊開心 謝謝大家 感謝Neko能夠邀請我來 唱這個節目 什麼呢 感謝你逼迫我開這一集節目 我整個就是 被迫上涼山那種感覺 本來就沒有要開這個系列的啊 然後你還說什麼 可以多邀請一些其他朋友嗎對不對 我跟聽眾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我那邊跟他說 我覺得你為什麼不開個好友系列呢 直接逼迫他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 這個系列就是第一集嘛 然後可能我們今天也是迎來的這個系列 最後一集 朋友一下就用完了 哈哈哈 唯一的好友 嗯 少數吧 我覺得大可愛算是我生命中 蠻特別的一個人物 對 我覺得你跟我的相識是 嗯 我很特別的經驗 就明明我們兩個應該算是 聊了很多東西 但是真的也只見面一次 說生聊好像也才兩次嗎 兩三次嗎 反正沒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我跟你是一見如故 然後對你的第一印象就非常非常好 導致你現在就是上了我老公的黑名單 所以 這個起源其實講起來也蠻微妙的 不知道Niko覺得能不能分享 可以啊可以啊 如果不能的話 可以啊 我覺得沒有 在我的頻道沒有什麼好不能聊的 不能聊的我會剪掉 好 那我就放心講了 OK 講啊講啊 奇怪講啊 是在怕你是不是 我沒有什麼黑歷史 我這個人很白的 好啦沒有沒有 今天我們還是要有正式要聊 大可愛竟然難得上我的頻道 有些福利還是要放送給大家的 我們就有請大可愛 是是是 那其實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2022的個人戰場 叫做愛要怎麼說 那這次呢會有全台巡迴 7月16號在高雄 7月30號在新竹 9月3號在台中 9月16、17呢會回到台北來 會在我們新的卡米地做演出 那也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我的個人投口秀 謝謝 可是這個愛要怎麼說 不是已經在3月份的時候 有過一個專場了嗎 對 但一堆人都跟我說 太快就賣完了 然後希望可以加開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秀 希望可以再加開 但大家都很吊格也是 加開之後 欸 他們又不滿 欸 我就是很吸 導致於我現在 導致於我現在一票難求 求求大家買一張票 拜託 拜託 拜託大家啦 是這個一票難求 我還沒想過這個字可以這樣用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拜託大家啦 嗯 我本來想說 欸 奇怪我不是3月份看過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這個東西 還要跑來我的頻道上宣傳 那他會跟3月份我看的秀有 裡面會有一些些微調整 還是就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搬過來這樣 呃 因為我們其實Toro Show 它會有一個進程 它持續的會有在 呃 就是我自己個人會持續的創作 那那個創作的部分呢 會直接替換掉3月的某一些部分 然後包含這次的巡演的每一場 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時間點吧 那他創作的部分都會慢慢的替換掉 所以每一場看到的 都可能會跟前面的不太一樣 但幅度大概我覺得 大概就是跟你3月看到的 我覺得差不多會有3成的內容不太一樣 哦 3成也蠻多的啦 對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從3月 嗯 就先從3月演完之後到今天為止 其實這段時間 每週還是會固定創作新的段子 那如果比較好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替換到這個段子的整個流程裡面 那他在整個表演的時候 就會看起來跟3月的大概有一定程度上的不一樣 但主架構還是會一樣的 欸 很佛欸 所以我這樣還是可以找圖傑去看看嘛 因為他們應該 他們有他們去看過了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他那一次剛好沒有辦法看 對啊 要不然9月我再拉他去看 9月他到時候應該就有空了吧 他那時候應該就是已經save回來了 對 那既然我們就工商時間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是不是應該要開始聊一下 我們兩個人怎麼認識 既然要講愛要怎麼說嘛對不對 我今天就先不拷問你那個其他的部分 我們先來聊我們怎麼認識的好了 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看到你那時候在線動上面一些比較 覺得好像婚姻就這樣子的言論了 然後你就開始就開始說 你就開始滑聽的 然後說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相信聽的上是真正的我 這樣子 這個不是你這個不是你的段子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你說 就是我記得你那時候線動就寫說 就是我就配對了幾個人 但好像沒有人相信我是真的Neko 然後我就想說 對然後我就看到了這些資訊之後 後來就有一次你就敲我 你就說 大概我真的是不太想要一個人看電影 你可以陪我去看嗎 但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可以跟他一起來 沒有關係 然後我想說 我就沒有女朋友 然後只有你說 所以段子都說的是真的嗎 我說對阿 不然 不然咧 不然我騙大家嗎 然後我想說 天阿 我被妖幼懷被傷害了兩次 我沒有這個意思 不是 因為我真的覺得 一個男生 活到這把歲數 欸這樣是不是太過分 這樣好像有點 第三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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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不然怎麼可能呢 這 在我人生生涯裡面 怎麼可能呢 我沒有這個經驗 你知道小學六年級 我好像幼稚園 幼稚園大班就被告白了 所以 我人生經驗裡面 沒有太多單身的紀錄 這是什麼人生生理主說 啊我小學就被 就是幼稚園就被告白了 欸對 我幼稚園也跟人家告白 也是沒有得到結論 我們也是有努力的 不要否定我 就算我沒有交往 但也不要否定這些曾經的努力嘛 喔喔喔喔喔 沒有啦沒有啦 因為有些人寫段子 才是出自於人生的經驗 但不見得是當下進行事 可能只是一個 就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沒有想過 你寫的段子是 實際的ING的現況 這樣 那你現在面對愛情 還是善偶的心情嗎 喔這跟大家講一下我原本那個原始段子 然後那個段子就是講說 我的感情狀態已經從單身 覺得就是上偶了 因為與其覺得他一直不出現 不如就當他死掉我還比較開心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悲觀啊 喔沒有沒有沒有 但就是這樣子看反而有另外一種輕鬆的感覺 會嗎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自嘲 然後譬如說聽到的人他笑了 那這個東西 這個難過的東西他的剩餘價值 就被轉化成大家的笑聲了 那這個我覺得是我做脫偶秀 蠻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把這些難過的東西轉化 然後可能就是讓他變成笑聲之後 療癒大家也療癒我自己 你的核心價值也太慘了吧 等等等等 不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脫口秀其實分 我自己的初分類 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脫口秀其實有分幾個大的流派嗎 然後我目前看起來台灣目前最大的流派 就是還是一樣以心三色為主 就是有一掛是專門講這個 然後有一掛就是像你這樣很愛自嘲 然後還有一掛是很喜歡嘲笑別人 可是我覺得自嘲你的段子都是自嘲比較多耶 因為有一個很巨大的外表跟身材優勢 跟個人的人設擺在那邊 因為我曾經有試過整場完全都不講胖子笑話 或者是自嘲笑話 那觀眾的那個感覺 實際上還是沒有我直接講自嘲笑話得到的那個東西來的 就是來的有反應 那當然有可能可以算是能力不足 但基本上自嘲好像讓大家覺得比較自在 就是我在場上自嘲笑的時候 就是我在場上自嘲笑的時候 就是我在場上自嘲笑的時候的那個狀態 大家好像覺得比較好 比較自在比較能夠快速的接受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的EQ好高喔 再加上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每個人的舞台風格不一樣 但我覺得有一個核心概念事情是 有時候觀眾來現場並不是來看你耍優越感的 所以他們會當你的姿態如果當你即使很醜 然後你可以自嘲或是你即使長得很好看 但你還有不完美的地方 那個東西才會讓觀眾覺得放鬆可以少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現場表演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的是 我們好像如果比較順利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把自己的人設放得低 觀眾在姿態放得低 觀眾在低一點 觀眾就會覺得比較自然的可以笑出來這件事情 這是一些觀察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脫口秀雖然我沒有看很多人 但我看的比較多國外的 那你的脫口秀風格一直讓我想到Fluxley 是這樣唸嗎 就是一個胖胖的外國脫口秀演員 大家可以找彭松哥 對對對彭松哥 我覺得你們的風格都讓我好舒服 就是我雖然喜歡看星三色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太over的我也會有點倒彈 而且我不曉得你會不會有那種感覺是 有些段子用英文講跟用中文講 其實它的調性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這是語言的那個弱勢 就語境跟語法跟語感都不太一樣 想一個最直接的就是 英文的雙關跟諧音笑話 跟中文的雙關諧音笑話 聽起來的感覺就是完全都不一樣 你會不會覺得英文其實比較好寫 不會因為我不懂英文 好吧好吧 所以應該問博恩 我英文蠻爛的這樣 對但 但以中文的諧音感來說 要讓人家覺得巧妙 我覺得其實要比英文的 諧音雙關的巧妙來的 需要更努力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很容易陷入一種 冷笑話的狀態 對啊 對 對對對 但冷笑話有冷笑話的玩法 那也可以玩得很有趣 讓你覺得爛到笑 或者是就是還是把你打穿了 的那個東西就會很好玩 這樣子 但多數時候 多數時候我只要聽到諧音笑話 我只會尷尬而已 沒有可是 可是你可以試試看就是 一個諧音笑話你不會笑 但長到第10個 你是說 用堆疊式的我用毅力讓你笑嗎 對對對 就是 就是我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打穿 對 我有看到有些演員會使用這樣的方式 一開始我就想說 幹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到這個 到第3個我想說 你還有嗎 然後第5個就想說 好吧就這樣吧 對啊 你只會賞他一個 呵呵 這種冷笑話而已啊 但後來就會 那個氣氛就會慢慢活絡起來 大家都會進入一種 被你打扮的狀態 哦 那他就會有一個大家都同樂的感覺 而且有一種 有一種大家都想吐槽的感覺 那那個這個那個氣氛那個熱絡 就是會有 也有一派是走這一種的 中文修行事 現場的 今天既然是要來讓你 就是宣傳一下你的專場 我們就回到你的 焦點回到你的專場 為什麼你要在疫情相對嚴重的狀態下 開啟一個就是類似巡迴專場的演出 你怎麼會這麼想不開呢 因為我記得說這個也是你的第一次的專場 沒有其實不是 哦你不是嗎 不是不是 我認識你後的 對應該是你認識我後的第一個 但我最早是2015的時候有一個專場 然後再來是2019是第二次 然後這個是第三次 對然後分別的名字都跟 因為我的名字叫大可愛嘛 都跟愛有關係 我的第一個個人專場叫做愛的主場秀 就是我的主場 然後第二個就叫做愛的世界 就是用我的眼睛去看待這個世界 雖然那時候都被講說 是不是要業配某一個品牌 然後第三次 這個就叫做愛要怎麼說 請大家看看就是你要如何表達愛 或是你覺得愛要怎麼被說出來 或是你要看大可愛要怎麼說 真的哦真的哦 一個一個狀態上面寫善偶的人 要告訴你愛情要怎麼說 我覺得應該蠻有趣的 可能會教你如何鳴婚 還有如何避免鳴婚 我是在你的線洞上看到嗎 好像說鳴婚撿到那個紅包袋 然後就把他丟進去那個就是香火爐裡面 讓他跟佛祖PK 好像是你的狀態 不是不是那個好像是網路避兆號 啊網路避兆號 啊網路避兆號 我覺得很有趣耶 但我真的也碰過一個紅包袋 他在那邊就是我在我家門口看到他 看到他一直沒有被撿 直到一個月後他還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某一種 紅包袋的母胎單身 哈哈哈哈哈哈 紅包袋難過被拒絕了一個月這樣嗎 就是啊啊啊 可以撿嗎 啊算了 啊啊這樣 然後大家都總一直經過他這樣子 嗯 就是連死後都但是這件事情也太難過了吧 大可愛你要加油啊 哈哈哈哈 這時候肯定了嗎 這時候鼓勵了嗎 這樣對嗎 哈哈 可以啦我相信你不會變成那種就是 沒有人撿的紅包袋 在這邊幫大可愛宣傳一下 是個很暖很暖的暖男好不好 驗證過了 對對對 驗證過了 我真的很少遇到去看電影 然後有男生會拿衛生紙給我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眼睛都直視前方 你還能注意到旁邊的人在哭 不簡單耶 這算是生活中觀察嗎 就是你需要這樣子來找段子 會啊就是會 就是從生活中去發現這些小細節 然後把它變成段子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對周遭的事物有蠻敏感的狀態 其實我也是蠻敏感的人 對對對 通常是啊 因為如果你是有在關注我的 就是小貓的話 理論上也是會對這種 就是敏感性的話題比較 稍微注意一點才會 真的找到我的頻道 而且你剛剛已經講了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來說 你也是開自己玩笑用自嘲的方式 可是你不會覺得 有的時候都是用笑在掩飾一些比較痛苦的成分嗎 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 孤單寂寞的時候 我覺得分兩個邏輯來走 第一個就是通常我們要講一個笑話 那個傷痛的部分 我們要跨過去了 我們才能夠把笑話寫好 因為如果你在還沒有過去之前 你就寫 你會很容易把那個情緒寫成對觀眾丟垃圾 那觀眾就笑不出來 那個文字的使用感是會透露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準備好準備要講它的時候 那當你已經覺得過關了之後 你再把它寫出來 那那個東西對我而言 它最後的剩餘價值就是讓觀眾笑了 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會是 我覺得我講我可以 但別人講我 台上就不算 台上是表演 可是實際上某一種講 就還是會覺得你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台下歸台下 對 這件事情 對 那還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基本上我們都還是可以用笑話去調適這樣子 所以你會分 你會分台上台下開玩笑的尺度囉 這樣子講的話 會 沒有台上的狀態 我會根據觀眾 怎麼樣會覺得好笑的方式去努力 但台下我覺得 除非我們真的是有一定的情誼 或者是我們的聊天程度 有大概的程度 就可以彼此這樣開玩笑 那 除此之外 陌生的人 我希望還是照一般人相處的流程來走 嗯 因為就譬如 有時候觀眾會覺得 譬如說我們在IG上po生動 那他們可能會覺得 其實我沒有跟你那麼熟 但你應該突然 吐槽跟火烤你一下 你的程度應該要可以接受吧 那個東西 然後有時候他們會 因為他們不是這個專業 所以 有時候會 力道會很奇怪 就會 還是會 有一點少不舒服 然後我就會希望 大家可以像正常人 這樣好好長到就好 欸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多人 會搞不清楚欸 就像你剛剛講的火烤 火烤他其實在 舞台上就是看到兩個人 一直針鋒相對 然後一直針對彼此的弱點 講一些很賤的話嘛 是 對 可是其實一般的小朋友 是沒有辦法分清楚說 這個東西有哪裡不一樣 他就覺得我只是就是 在講幹話啊 那為什麼在舞台上可以 可是私底下卻不可以 應該是說 我們表演者的話 我們會希望 所有的表演 無論是火烤 或是其他形式的東西 都是為了讓 觀眾笑出來 要表演給觀眾看 得到的舞台效果 他既然能夠上台 就代表他的專業度 有一定的被認可 至少會寫 至少會表演 那一般人 會覺得 可能看了之後 就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小孩們 可能就會覺得好像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可以學這樣 但因為 他本質上都是說話 對 他們就覺得 就只是說話 我也會說 那為什麼我不能做這件事情 但基本上 大家還是要把握那個 跟人相處之間的那個度 那個度超過了 就是你很容易寫出一些 冒犯別人的話 在日常生活中的話 那就是被討厭或被打 應該還是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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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然不 不鼓吹暴力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很刻意的去 只是單純白目的火烤人家 然後沒有任何的起因 的話 那別人為什麼要遭受你這樣對待 沒有任何人 在看你們的表演 沒有任何人在笑 他們會笑啊 他們會覺得說 我覺得好笑啊 每個人的幽默感 其實不太不太一樣 我覺得 嗯 我之所以會覺得說 脫口秀在台灣 還沒有完全成熟 或者是我們講 戰力喜劇還沒有完全成熟 是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 還沒有那個素質跟 要講素質嗎 用素質上的字好像有點重了 但反正就是 大家還沒有分得清楚 台上跟台下 其實是有一個表演性質在的 像很多人其實也沒有辦法 搞得清楚 有些YouTuber 他們其實只是做節目效果 他們真的在現實生活中 並不是那樣的人格特質 我覺得他們連這樣子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分辨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在台灣做戰力喜劇 其實有一點點的難度 應該是說 我們好像 就是我會覺得 大家現在會把 就是整體的素質看成 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應該是要反過來想 就是 我們找到適合我們的觀眾 把這個 做得越來越大 你幫我一次嗎 台灣就兩千三百萬人啊 那我要 你要做做得越來越大 其實做大也就 就這樣而已 就是 再怎麼大也就這樣而已啊 但 但總是有人做得蠻好的 然後也有人做得不好的 這樣子 做得不好的 你已經算是我認識的裡面 做得很好的了 還想怎麼樣 但 但各位不要忘記了 一票難求 拜託大家啦 哈哈哈 欸我是 我認真 認真說其實 那一場秀是我第一次看的 實體的 脫口秀 嗯 對 其實是 我人生第一次就獻給大可愛了 哈哈哈 不錯吧 你還有得到我的第一次 哈哈哈 請不要把這段單獨剪一下好嗎 聽起來超糟的 哈哈哈 哪有有你那個吃粽子的段子糟嗎 哈哈哈 啊好啦吃粽子是蠻糟的 吃粽子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好髒喔 就從此以後我 過年每一封只要端午節 我都會想到你 唉 就是 有這麼經典的段子也是蠻了不起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你毀了我對於粽子的 所有一切的看法 哈哈哈 嗯 想知道的話 去去搜尋大可愛 對對對我會把 我會把那一 那個經典的段子就留在下面 其實大可愛有很多很棒的段子 包含甚至我覺得老人殺那個也是你的 超級代表作 目前是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這個段子 老人殺的這個段子 出了同溫層蠻多的 所以 跟以往不太一樣的是 有稍微被罵到 啊 對嘛我想說 有稍微被罵到 怎麼可能老人殺那個段子 會讓你活到今天 哈哈哈 你怎麼可能還好好的活著出門沒有被打 沒有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本來 但我本來 預計的事情是 應該要更誇張的 欸 就是被 但也沒有 哦 對就是很單純的就是 被罵個兩句說 啊你也會老啊 你怎麼 要講這種東西 對啊 我覺得可能是你得罪的族群 比較不會上網啊 哈哈哈 你挑對了族群去得罪 哈哈哈 啊 對對對 所以我應該 我應該直接去養老院表演給他們看 哎呦 沒有啊你下次 你會是講那個小孩 針對小孩 或是針對國中生 哇塞 你一定一下就抱起來了 哈哈哈 D卡上面會滿滿都是你的名字 哈哈哈 哇 好吧 我 我努力想一下 這方面的段子 對啊 我記得我還有看過酸酸講說 如果要紅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被人家罵的段子 嗯 但 嗯 對 但我好像比較沒有被罵到 但這一次的段子 其實比想像中的 再更冒犯輕一些了 因為 早期更多的自嘲 那這次 自嘲在專場的比例 我覺得有 刻意且大幅的調低也滿多的 嗯 對 就是講一些別的 因為可能 熟悉我的觀眾會覺得 啊 就是自嘲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也看了很久了 所以我一直都有在做 一些新的嘗試跟 挑戰不同的題材 包含尺度跟 口味也開始變重一些些 哈哈哈哈 但 但基本上也是沒有到很誇張啦 哎呦 應該啦 好啦 因為我有看嘛 我知道你有稍微在跨出舒適圈 一些些 雖然我覺得還是相對保守啦 但至少有一點點了 對 哦沒有 可是因為我有一些還是自我審查的部分 就覺得這個會不會嚇到大家 我有拿掉一些 哦真的哦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啦 因為我看到的是 就是你還沒拿掉的東西 我覺得還好 那也可能是因為我平常看的東西 就滿 重口味的 所以 哈哈哈哈 好 至於想要看到怎麼樣 想要知道我們在聊什麼的話呢 歡迎來到我的專場看一下 是是是是是 反正 所有的相關資訊我都會附在下方關語了 就如果你是聽Podcast的話 也可以歡迎把資訊欄點開 其實我覺得就是 剛講的幽默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要包括就是 嗯 觀察跟體貼環境這些事情 因為只是單純的 單純的嘴見 那他可能會有一些好笑 但他還是會有見考慮的部分 對我的幽默感這個詞要 包含的更全面一些 嗯 就是以 以跟就是周遭人相處的幽默感 那台上的幽默感 那就是台上的事情 那跟身邊周遭人的幽默感的話 我覺得 還是要有包含一些觀察跟體貼的部分 當然的人 我覺得幽默感 並不是拿別人的痛處開玩笑 就叫做幽默感 因為那會只有你覺得好笑 別人並不覺得 就是幽默感沒有那麼低級啦 對我來說 所以我也覺得我很佩服你們 可以在舞台上這樣子 大剌剌的講自己的痛處 把他講得很好笑 那表示 真的某種程度上你已經 克服了那個東西 已經跨過去了 你才有辦法 能夠笑著把他講出來 因為至少有很多事情 我自己聽起來我是沒有辦法的 對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可是 可是有一部分剛剛有提到說 不是單純拿別人的痛處來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有碰到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 其實不是在講你 但你會代替性受傷 哦會啊 就還不少人被得罪的嗎 對啊對啊 就像是 就像是我剛剛說的 我的老人家有 就是突破了一些短文層 但 罵我的基本上都是女性人 都不是我講的那個對象 都 他是說 欸我們家裡的爸爸也 被你這樣講 我覺得就很難過啊 記得 我家有 要照顧的老人 然後怎麼樣 嗯 但基本上 我覺得 就是為了讓大家 放鬆笑出來 所以我們創作了這些段子 那 可能你不是我的受眾 但 有受眾 聽起來就是他們笑得很開心 對我而言 就是有 打到幫他們紓壓的 一個 的結果 然後 最終我覺得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自己的觀眾群 嗯 然後逗他們 逗他們開心 嗯 就是大概是這樣 嗯 可以啦可以啦 我覺得你這場 愛要怎麼說 我那時候去聽的時候 我覺得 是我聽過最溫暖的一場脫口秀 尤其是最後很勵志 哈哈哈哈 哈哈 對 最後很勵志 我那時候想說 如果我 如果我上台的話 看你又怎麼辦 但我想你應該不會點過 所以 嗯 嗯 好啦那今天就 就是那至於 最後是什麼環節 那就請大家現場再來 對對對 看一下這個感覺 然後這次 喔 我稍微再講一下好了 好可以 就是這次的表演呢 主要是 嗯 從各個面 面相討論愛這些事情 包含家人 包含 自己 包含 身邊周遭的人 我們都有用愛去出發去看這次的事情 包含去年我 陪伴媽媽住院 然後 或是奶奶過世的告別式 就是告別的愛跟陪伴的愛都會在這次的關節中出現 也歡迎大家到現場來看 嗯嗯嗯 非常感謝大可愛這次跑來我的頻道給我出作業 哈哈哈 然後 其實有最後最後一個小彩蛋 就是歡迎大家來YouTube頻道看 因為我其實整場跟他的訪談我都沒有辦法專心在他的臉上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背後的櫃子上有什麼東西 其實有拍進去 哦啊真的嗎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 哈哈哈哈 好就留給大家一個小彩蛋了 就是 因為他的頭就是 離你的頭太旁邊 我真的想碼我都碼不掉 我整場都在想說我到底要提醒你一下 後來想說 嗯算了我們就 留給YouTube觀眾一個福利好了 哈哈哈哈 你又 你有想要聽我解釋嗎 我不想聽你解釋 我不想聽你解釋 我不想知道你那麼多detail的東西 哈哈哈哈 欸欸 不對吧我好像需要解釋一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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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關係沒有好到 我需要知道你那個東西是哪來的 怎麼用用在哪裡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OK 我們就 但但不是你講的那樣 不是你講的那樣 不是你講的那樣 不是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好啦那就 謝謝大家 這一次的那個Podcast 我們就下星期一同一時間 無妙的備忘錄再見囉 那請大家記得去 呃搜尋欄還有資訊欄那邊 就是看一下 大可愛這一次的專場資訊 我都會附在上面 然後 呃 FB粉絲團我也會附上 相關的連結跟分享相關的資訊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然後 對你自暴自棄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讓你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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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之前因為那個 我去參加一個那個 呃 電影的特務會 然後它是一個 那個 好像國外的片 然後 片上要找到贊助 然後現場要抽出這個 OKOK 好啦好啦 然後 對 這就好像聽起來會剪掉對吧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就是我現在臉就是不信 就是好啦 我差一點就信了 嗯 嗯真的啦 這是真的嗎 哈哈哈哈 然後想說 沒有 我抱著 嗯 微小的希望 嗯 很微小的希望 希望有一天會有人跟我一起 哈哈哈哈 這樣 哈哈 好喔 好喔 好啦那就 大家去大可愛的專場 去見見他本人吧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愛 而且非常溫暖的一個人 而且是我超級超級好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隻 五秒的備忘錄時間再見囉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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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的好的 謝謝你 謝謝 其實我一直有 有在想說要不要提醒你後面那個 但是 喔那我想說 就還好 對 但真的是抽到的 嗯 好啦 我差點就信了 哈哈哈 是 就是 哈哈哈